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子车流 我是安主 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哦 因为Aldi的主力车款A4 今年因为正正法规的关系 亏别台湾市场大概一年曹光养晦 现在要重新回归以小改款之思 推出了两个车型 包括了房车的Sedan 还有军车的Avane 总共是有八种编程 我们把表格放这边给大家参考 续售价的话 Sedan是206万匹 Avane的空间也要大 但是多了10万块 则是216万匹 不过说到了A4系列 他们真的编成这么多也不是做做样子 现场有热血好爸爸正在看影片吗 但是我们一起转到旁边 因为呢 这次RS4Avane也要一起重磅登场 RS Racing Sport赛车运动 甚至同级别中性能表现最强的车款 RS4Avane是采用2.9升V6双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450匹 扭力600牛顿米 0百加速只要4.1秒 Danny如果是热血好爸爸 想要找一台兼顾家庭空间使用信 又想要保有超霸热血的奔驰灵魂的话 就可以直上RS4Avane了 在外形上 这次A4系列隐形在上方的线条是维持家族特色 顺着气的方向延伸往上 水上护罩采用比较宽扁的六角盾行 Aldi最有特色最带气的灯组 头灯内侧的切角更锐利 延伸到车侧腰线和车门反经折线 侧群往上收让它跑个更强烈 更有视觉张力 到了尾灯有新式的家族羽惠 排气围管扁平T形状 我特别喜欢RS4的围管 因为它口径非常大 感觉可以塞一颗我的拳头试试看一下 另外保管设计是依据等级搭载不同的外观套件 大家觉得这样的设计够有气势吗 车舱内搭载多项智慧车载科技 包括了12寸的全数位虚拟仪表 新一代的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体导航系统 支援Aldi智慧手机界面 还有中文语音输入 而且该有的安全配备 像是ACC、AEB、盲点侦测等等 都是标配 整体来说这次Aldi A4的小改款 从外形上可以说是优雅中 带有一点霸气的跑格 那在安全配备上 不管是想要公路行车 还是一般的都会行车 该有的都有 说到这里应该很多人都在敲碗 所以RX4到底售价多少啊? Aldi说他们要卖个关子 9月17号在公布正式售价 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揭晓最新售价吧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女子车流的安卓 我们下次再见 掰掰 帮我后置音效一下 我出发咯 好